中国上海市历经超过两个月的严密封城后 终于在一号凌晨解封 不少人迫不及待出门透透气 还有人第一件事就是冲到超市采买 虽然说是解封 但超市还是实施人流管制 餐厅也还是禁止内用 进入商店或搭乘大众交通工具前 也要求要出示72小时之内的PCR阴性证明 上海理由完全摆脱疫情束缚 还有一段路要走 三 二 一 全力冲刺 上海封城超过两个月 一号这天终于解封 很多人第一件事就是抓起购物贷 冲向市场或超市采买 超市再度开门迎客 不过有入场人数限制 上海各超市外排期等待人龙 入场前还得一一实名制登陆 并出示72小时内PCR阴性证明 不只如此搭乘大众交通工具 以要出示音信证明 地铁站前的临时筛检站 民众排气队等待 比起封城期间冷冷清清 市区行人和车辆明显增加 回复一点生气 不过虽说是解封 餐厅仍然禁止内用 素食餐厅大门闻风不动 电影院等娱乐场所也还不开放 国际媒体CNN也关注上海解封 不过当报道提及民众不满时 却在中国境内遭到断讯 上海这次解封大约有九成人口 也就是2200万人重获自由 不过一些高风险地区 和风控区居民 行动自由仍然受到限制 未来上海市民仍没两到三天 要做一次PCR检测 要完全走出疫情阴霾 还需要一点时间 是另外一边